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关心的就是 周二在纽约布鲁克林地铁车厢内 引爆烟雾弹后开枪 造成20多人轻重伤的凶嫌 隔天在曼哈顿下城落网了 消息指出他是自己向警方通报 他所在的位置 当地也有民众看到他 让他在现场被警方逮捕 纽约检察官将以恐怖攻击的罪名 起诉他 而一旦成立的话 他将面临终生监禁 周四将首次的出庭 而警方是从他个人的 YouTube账号影片发现 他在犯案的前一天 曾经扬言要杀人 并且鼓吹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不过目前他的真正犯案动机 依旧不明 纽约地铁枪击案发后 30个小时 62岁的嫌犯詹姆斯 在距离凶案现场约13公里的曼哈顿下城 遭到逮捕 被纽约警方上靠带走的凶嫌不发抑郁 但据了解是他自己向警方通报行踪 表示可以在曼哈顿东村的麦当劳找到他 当地也有居民募集到 案发后纽约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刻在全美搜寻他的踪击 发现他在3月20号离开位于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的家 说要前往危险地区 中途停留伟恩堡 批兹堡和纽华克 3月25号抵达费城 最初警方把他列为嫌疑人 因为在36街车站现场附近 找到他的信用卡和他租用的货车钥匙 巡线查到他在费城这家UHO租车 案发前一晚还前往储存弹药武器的仓库 街头监视器也拍到 他在犯案当天凌晨4点11分 开着白色货车进入纽约布鲁克林区 6点12分 头戴黄色安全帽 身穿工人背心 右手拿背包 左手托行李箱 案发两小时前 同样的行头被拍到进入地铁站 案发后8点40分 他从下一站25里街车站出站 检察官将以对大众运输系统 发动恐怖或暴力攻击的罪名起诉他 一旦成立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不过目前他犯案动机依然不明 检调试图从他在YouTube发布的影片找出蛛丝马迹 根据纽纽约市警察局出身于纽约市布朗克斯的詹姆斯 过去在纽约曾被逮捕9次 另外3次在纽泽西 从他的影片中可以发现 他几乎对所有事情都有意见 从美国的种族歧视 纽约新市长到911恐怖攻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份联邦刑事控告书上也有记录 他曾大骂地铁有太多游民 并把责任归咎纽约市长 也有人质疑纽约市地铁拥有一万个监视器 在案发的布鲁克林车站周边就有约600个 但却未发挥作用 影像也没有及时传到警察局 过去两年纽约犯罪急剧升高 枪击案比去年大增72.2% 大众运输犯罪也上升68% 但许多纽约客通勤只能靠地铁 因为2.75美元约台币80块 就可以前往纽约市任何地方 疫情前平日每天平均550万人搭乘 治安和地铁安全 无疑是1月上任的纽约市长最重要可提 提示文统卡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